他並不搶來啦 套運國手五角勇士陳亮達 週二晚間跟朋友一起到釣蝦場釣蝦 監視器拍下 他一開始先在旁邊看 朋友幫忙拉線勾爾 桿子一弄好他也做定位 四個人坐一排開始釣蝦 只是原本開心的同學聚會 半個小時過後憾事發生 陳亮達騎著三輪機車 從高雄鳥松回家途中 跟公車發聲對撞 車身嚴重晃動 司機急下車 監視器拍下 陳亮達連同機車側翻滑行 朝車頭撞擊 駕駛下車查看 緊急趴在地上 發現陳亮達連同機車卡在底下 經過急救宣告不拒 國中同學喔 這上課的時候 然後他剛好經過看到 我們剛剛是一起出去 你們去哪裡啊 我們剛剛去釣蝦 釣蝦場距離現場只有八百公尺 國中同學回家發現熟悉的機車 停下來看無法相信 撞公車的騎士 是剛剛還在釣蝦場 一起同歡的陳亮達 歡迎年僅十八歲的游泳選手 陳亮達 去年九月無推勇士陳亮達 帕運表現亮眼 特地北向總統府風光接受表揚 為了下個月的帕拉游泳試 競賽持續練習 跟朋友相約掉蝦場 沒想到竟是最後的聚會 我們駕駛也沒有主駕 我們這部車子大概開 大概三十五 第一下雨路滑 轉彎摔車 連人帶車滑向對向車道 騎乘回家方向 有連續三個彎道 警方初步研判疑似天雨路滑 導致陳亮達騎車打滑 翻車失控撞上了對向公車 檢察官經過相驗 開出死亡證明 而公車司機事後也被請回 無推勇士陳亮達 因為一場車禍身亡 生命劃下句點 三十五天 據打主委 打黃啟超 紅薯豬 高雄報導 發願國手陳亮達 意外身亡的現場 家人招魂 十九歲的年輕生命促世 從小帶大她的阿嬤 無視白髮不能送黑髮 跟著阿公堅持參加儀式 站在法師的後方 卻不斷探頭 想要確定拐孫 魂魄回來了沒 沉痛上車的阿嬤心情 真的是很難過 亮達出生之後 是阿嬤背著她 勇敢來到泳池邊 天天游泳 說是復健 但最重要的是 要讓孩子有自信 其實給阿嬤 那麼乖喔 勉腆說出自己的願望 長大後要買雞球給阿嬤騎 樂觀的亮達 班上和同學相處融洽 一下水更是伸手靈活 背後推手就是阿嬤 大人勇敢才能讓孩子走出去 就是抱持這樣的信念 長大後的亮達沒有辜 沒有辜負阿嬤的期望 不要害怕和別人不一樣 對 這當我有作用嗎 帕院回國之後 在全國身心障礙運動會 拿下了七名金牌 陳亮達還獲得了 高雄市政府的邀請 當上月曆人物 陳亮達代表的七月 都還沒有到意外先發生 會追證一個畢業證書給他 爸爸媽媽 阿公媽媽都整個工作 因為他下個月準備到 指導餘又要不再度比賽 現在在備戰當中 家族親戚都住在附近 陳亮達的意外 讓長輩放下手邊的工作處理後事 亮達要送給阿嬤的機車 阿嬤很寶貝的擺在家門口 乖孫的禮物 也讓人再次想起 那個貼心大男孩 三立新聞田巨達 黃啟超 朱宇榮 高雄報導